还有观众朋友您还记得吗 先前澎湖有游客去吃了无菜单料理 最后花费了4万1千块 觉得物无所值闹上了新闻 而先前这间餐厅的老板 也是用了隐形高洁的照片 替自家的店家宣传 那么高洁也要求他要把照片下架 但是老板却是霸气回洽 而且也不怕高洁喊告 但今天他又传出新的纠纷了 原来他在网路上跟别的鱼饭隔空互呛 而且还打电话回进对方的老婆三字经 最后鱼饭愤儿杂电 黑衣男子站在海产店门口 拿起球棒朝玻璃门猛砸 被吼了一声气的折返回去 双方冲突一触即发不断互相挑衅 但到底为了什么原因 非得深夜冲来乱砸人家的店 听到对方平平吊针要求出来 好好讲怎么都不肯 动手的男子想到老婆无辜被骂 超级生气 人不出来只好推倒冰箱出气 遭杂电的地点在澎湖马公新生路 之前因为五菜单料理卖一桌 四万亿千元的海鲜给游客引起争议的餐厅 原来夜市老板布满一名成心鱼饭 在网路上面公开评论自己 双方隔空互呛 他疑似匿名打电话过去 正好是成心鱼饭老婆接到 却飙骂三字经 程序犯人无可认下 最后通牒要求六号晚上九点道歉 迟迟没等到人十点多冲到餐厅杂电 那本分局光源守候报号 迅速赶紧现场将陈姓退险人逮捕送饭 陈姓男子想替太太出气 但用暴力的行为想解决问题 不只被依法逮捕后续还得赔偿维修费 台北新闻 陈正网思纯澎湖采访报道 好社会追忌器械 但是如果到这样的店家消费 你觉得花了四万多块 物无所值 CP值不够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呢 我们就要请教官业 就法理方面 或者是说消保官还是 律师有什么样的建议 可以去跟着店家沟通 没错 其实最近这个 这无菜单料理 虽然是近几年 算是蛮流行的 大家会一直想要去尝试 这无菜单料理 然后其实无菜单料理 他们也是有几个好处 就是说可能我们在选菜的时候 他可以有点比较客制化 那就是他甚至如果你是熟客的话 他就知道你知道吃什么东西 那就是他可以迎合你的口味 其实很难 很难说 其实无菜单料理很难不满意 就是除非你是完全没有去过 或是说你非常欣赏这个 餐厅的处理料理的方式 或流派或是厨师的手艺 一般来说大家去吃 一定是冰煮尽唤 对没错 但是无菜单料理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价格确实是比较高一点 那如果你一不小心 你这个价格定的让客人觉得说 这个真的有这个价值吗 觉得没有满意到 对那怎么办呢 那其实有的客人就觉得说 那我是不是有这个可以提高 说那你是不是要降价还是怎么样的 其实这个在法律上面其实很难有这种案例出现 因为其实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无菜单料理他没有菜单 那你没有这个依据 你要怎么举证是不是 对你怎么知道这个算是高还是低 就是你要跟谁证明这是高还是低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这个东西上来了 那你也其实你也把这个东西吃掉了 那其实虽然他没有白纸黑字 但是还是这个契约是有成立的 所以这个契约是有这个买卖是有完成的 有成立的我做了你吃了成立了 对但是虽然很难到法院这个阶段 但是如果真的要到法院阶段 这个阶段要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看到其实可能会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走民事的话 通常是这个请求减少嫁金的部分 那么法官一定会问这个消费者 他说那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个 无菜单料理里面的东西是超过你的预算 超过你的市价呢 因为预算可能是固定的 你知道它是多少钱了 但是你觉得它不合市价 为什么他一定会问 那么最后通常都会变成说 你要找到第三方公证单位来见价 一般来说就是在其他的情况下 很多是一些可能一些装潢的一些 价格谈不拢的时候 他们就可能找一些装潢的一些工会 或怎么来建这些价格 但是如果是餐厅的话会有个问题 就是因为老板的手艺这个钱 要怎么算呢 他的工费 因为有可能你吃一个番茄炒蛋 你在一个卤便摊吃 跟你在五星级饭店吃一定是不一样的 那么有可能这个老板他觉得说 我可能是一个什么厨艺学校毕业的 那我是一个很厉害的厨师 那我本来就应该收比较贵的费用 但是消费者可能就不这么认为 那这个价格我们要怎么去算 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那么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 如果要求见价的话 对这个通常会是这个民众 这个客人在法庭上的工房的时候 他们会要求见价 那么就是跟刚刚提到说 那老板手艺这个钱要怎么算 所以通常这个对店家会是不太有利的 那么另外呢 店家可能会要求说 那你可以去看我们之前的行情吗 我可能前一组客人 前两组客人 那么他们的收费记录是怎么样子 我平常收费就是这样子 那你应该就是付这个钱给我 是没有错 那么如果另外 如果不是民事的话 形式有可能 提高诈欺 对你有机会提高诈欺 但是他是有限定的 假如说这个店家 他称他自称这个上的这个是 可能是日本和牛或是帝王蟹 但是他端给你出来的这个东西 其实根本就不是还被你抓包 那么就有可能就会变成诈欺了 对对对不够诚实的店家 对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选择 真的比较优质的无菜单料理 因为可能最近无菜单料理太流行了吗 那就是大家可能也不知道怎么选 对那其实我自己是有私下问过 这个旅行社 他们有时候也会去订无菜单料理的这个餐厅 让大家筛选 对第一点呢就是要先确认这个金额 因为无菜单料理的店家 他有可能会算桌 有可能会算人头 要先确定他到底要怎么算 那么另外也有可能会收服务费 那有的是没有啦 那么有的像是要确认这个口碑 这个算是蛮重要的一点 你可以先上网去查一下他的评价 算不算OK 或是他有没有其他的朋友 或是有去过的人来推荐 甚至呢如果你是二房的话 你就知道他这个店家其实还OK 你才会二房嘛 那么再来的话 这个确认这个环境到底是不是OK的 因为有的人他可能觉得说 我去吃这个无菜单料理 可能是一些高级的感 比较有高级感 但是现在有一些无菜单料理 他也可能是一些热炒店的外观 主打圆生态的感觉 对那大家有的人可能就不能接受 那么第四点 这个其实算是无菜单料理的好处 因为刚刚有提到说无菜单料理 他可以稍微克制 那么有的人他可能不吃牛 或是他说我可能要吃清淡一点 那你也可以跟这个店家来说 那么也要特别注意说 你这个先付定金到底要付多少 那么通常是人头总要两到三成 那么其实呢 还有个地方要注意的是 我们通常以前大家认为的无菜单料理 可能是一些日式啦 或是法式一些比较高级的一些路线 对但是现在台湾其实也有一个 也不能说他是假 但是还是一个变化的无菜单料理的感觉 那么就是说 他其实就是同一套菜单嘛 就是可能两个月换一次 他说我其实有要换菜单 但是他无菜单料理的 他的重点不是说 我真的是随机 随便就是我的想法我要怎么做 反而是他有可能是 好今天这个菜 他是有菜单的 他只是厨房有菜单 对他没给你看 厨师知道 但是有可能今天好 我今天这个高丽菜比较贵 那我明天 我今天就换成小白菜 那有可能就是说 哎大家说 为什么这个价格是不是不一样吗 对 但是他的心理想 已经说今天比较便宜 那我就用这个 那他那你质疑 他他就跟你说 这个是无菜单料理 所以这个无菜单料理的诠释空间 真的很大要胜选 但很多消费者 刚刚关于说要看评价 很多人呢 如果呢觉得 哎这店家不OK 或是爆出负面新闻 或是去吃了 觉得不太好吃 服务不好 都会给一颗心 但是给一颗心 要小心吗 对 这样其实也是要 稍微小心一点 因为其实最近 其实是有蛮多 这个案例 就是店家不开心这样子 但是我不知道 就是新华 你就是平常在去早餐厅 你会看那个Google评论吗 其实我都会看Google评论 而且我还真的有给人家 一颗心过 但是因为 我喝到那个汤 我那天真的是超饿 太饿了 就我们吃饭常常不正常 然后就想说 到附近餐厅吃 结果我拿到那个汤 是搜掉的 然后我告诉那个店员 说你们的汤搜了 他就说真的吗 他说真的 然后他才换一碗给我 那他们开放式厨房 我就听到他们店员在大喊说 哎 那个昨天的汤怎么没有到 客人喝到搜的 真的 我真的好生气 我就给一颗心 太可怕了吧 对 可是我是觉得就是 有时候你在吃饭的时候 你真的受气真的是会很气 就是腿一颗心 可是我们毕竟我们还是有去吃嘛 这是我们就是自己良心的评论 我就觉得他一颗心没有错 我真的是出于自己自身不愉快的经验 要提醒其他的人不要再去那里吃了 但是最近有其实也蛮有 有几件这个给一颗心造成的一些纠纷 就是像是前前一两个月 蛮有名的那个咖啡店的事件 对 对就是这个 这个女客人他其实也没有说 我是恶意给一颗心的 他可能是 他还打了很长篇的这个文章 来指出 后来被店家肉搜 那最后就是这个店家 反而被大批的网友攻击 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 这个网友如果去攻击这店家 但是你没有去的话 有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在 因为是你的主观臆测吗 就是因为你根本没有去过这家店 但是你却给他了 可能在那边洗一颗心 但是通常其实Google 他们自己会有一些审核的机制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说 另外一间我比较有印象的是 在内湖有一间早餐店 也是前阵子有的新闻 就是他出错餐了 但是客人后来给的他两颗心 反而接到这个店家电话说 你赶快把那个评论给我删掉 不然我要告你 他真的告了 但是最后这个警察官认为 他是没有 他就是确实可以公平 所以他也没有起诉他 但是如果这个真的被告的话 会有哪一些这个方向 成立或不成立 对其实通常就是这个 妨碍名誉的方的一个方向 那么如果呢 他是告你公然侮辱的话 成立的条件呢 是你可能真的是对这个店家 在网络上面入骂一些 很不雅的字眼 就有可能会成立 这个公然侮辱 但是如果你只是涉及 这个事实的评论的话 公然侮辱就不会还会成立了 那么诽谤罪的部分 就是刚刚提到过了 如果你根本就没有去过 这家店家 但是你却给他一颗心 甚至还留下了不时的留言 说你可能吃到一些奇怪的东西 但是后来发现 你根本就没有去过嘛 那这个就是诽谤罪 有可能会成立 但是如果呢 通常是比较不成立 比较多是这个这个部分啦 就是可能这个客人 他真的去过 但是我真的觉得就不好嘛 自身经验就不好 我给一颗心 那这个诡谤罪就不会成立 好确实哦 所以像我这个喝到收掉的汤 然后我去留负贫 提醒大家 当然我留言是没有带情绪性的字眼 我就是很像写新闻一样 就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那次真的很不开心 因为对很多人来说 肚子很饿啊 要饱餐一顿 可能是要疗愈身心灵的事情 怎么会还受气 对还喝到这种东西 确实 又有一些人去旅游嘛 大老远的到那个地方 就是想品尝美食 结果最后还是受气 就坏了整个的性质 那么其实线上很多朋友 怪异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情 呃 威廉说Google只能给五颗星 但想给六颗星 一颗是多出来 是要给我们的直播吗 还是给我们的怪异呢 大家如果喜欢怪异的分析 你也欢迎帮忙刷赞 或者是信心刷赞嘛 刷大蒙哥赞 还有另外一方面呢 也有人说至少去吃东西 然后会找大集团 比较不会乱搞 那么也有人说呢 无菜单料理呢 就是要看店家定价多少 消费者要买多少 不要反过来 上菜之后满天喊价 那么刚刚新闻当中的 澎湖这个店家呢 今天呢 他们是没有营业 神隐避风头 营业时间到了 铁门却深缩 澎湖马公主打 五菜单料理 海产店 六号深夜 十点多 遭人砸店 门口进行简单的清理 而餐厅负责人 夜心老板 疑似为了避风头 选择休息 餐厅这一个多月 卷入风波不断 桌面摆满了 一道道海鲜料理 龙虾看起来肉质鲜嫩Q弹 一盘的贝类 满满的海味 一桌四万一千元 消费者认为不合理 网红丁特身为澎湖在地人 看到这桌超高价 海鲜痛批这种行为 践踏澎湖的观光 丢大家的脸 跟我脸书呛下 由我上法院来教你 遭到提告 双方从此杠上 短短几天 又新老板又贴出 与艺人高洁的合影 替餐厅宣传 高洁与经纪人要求撤照 他不但没有道歉 认为没有讲到名字 无需小题大做 直到高洁发出法律声明才愿意撤下 真意一波波来 业心老板也不开心 频频接到骚扰电话 而老板同时也被奇迪过去犯下 妨害公务与伪造文书 这回又跟人杠上遭到砸电 老板一提到媒体的电话 直接回绝采访 频频登上版面 也让老板以及餐厅形象受损 TV新闻陈正王思春澎湖采访报导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